台东制航基地的空军737连队第七战术战斗机大队第46中队 是空军F51F战机训练的摇篮 负责国军主力战机换装的前置训练 培育了无数进阶主力战机的优秀飞行员 从这里玩训毕业的学官 必定具有完备的基础战斗飞行能力 从基本的飞行教育训练到进阶的飞行战绩战术训练 46中队始终坚持从严从难精益求精的高标准要求 对我国空防战力的奠基与提升功不可没 46中队同时附有支援主力战机各型空对空飞弹射击训练 以及支援主力战机基地组合训练等任务 绩效都非常的优异 他们是94年度的飞安机优单位 更代表737连队参加全军战术训练总验收 得到团体总成绩 防空作战 防御作战 地面整备等四项评比的机优单位 还获得了空军司令部F-51F模拟基竞赛第二名的成绩 在737连队的精心安排下 我们也难得见识了F-51F战机 单机及双机的起飞 编队冲场 滑行等战术动作 说明了飞行员们各个战绩成熟 台海领空有了他们的捍卫 相信更能为我们的空防安全加分 我是空军第46中队中队长刘贵华 我们中队这次很荣幸能够当选95年国军楷模团体 在今年的国军楷模团体选拔中 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顺利脱颖而出 这是全体官兵共同努力的成果 一直以来我们官兵无论空情寄情 在执行各项战演性任务 都抱持着静静业业的态度 去执行各项工作 除了无私无我的付出以外 全体同仁都能够善尽本分 最难能可贵的是 以对为荣 以对为归一的核心价值观 塑造出了良好的工作规范 建立了永续经营的环境 所以能够获得本质 楷模团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凌云遇风起 暴国法至深 群役领空的战机 是空军战力的要角 而飞行员的素质 又与战机能否充分发挥战力 息息相关 因此 战机飞行员 不仅是肩部我国空防安全的重任 更被视为国家宝贵的资产 位于台东的空军737连队 第七战术战斗机大队 第四十六中队 原为赫赫有名的假想集中队 后来因为任务需要完成一边 并转换任务形态 担任空军F-51F机型训练任务 及支援学官换装训练 正由于四十六中队官兵 长年以来 无论是在战训任务 飞安记录 以及飞行员培训等各方面 都有卓越的绩效 深获各级长团肯定 得以在今年荣获国军模范团体出人 标志荣耀的桂冠 本宗队全体官士兵 对于各项战训本物 都抱持着静静业业的态度 对于上级长官所交付的任务 在全体同能的努力下 也均能圆满达成 更让本宗队荣厚了九十五年度 国军模范团体 对于此意殊荣 本宗队全体官兵的付出 是一种肯定 也是一种鼓励 在未来的日子 本宗队并当秉持着 平日的工作热情 不断地自我要求 精益求精 努力以赴 为国家空防安全 及飞训任务奉献心力 一流的飞机 需要一流的人才 要成为新一代战机飞行员 期间训练过程 是漫长且严峻的考验 外界实在难以想象 想飞的过程 是多么的艰辛 空军官校的学生 在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后 首先必须通过航空生理训练 及飞行前职测验后 才能进入飞行的初级训练阶段 从T-34博旋桨教练机的基础飞行训练开始 每位飞官经过目视 仪器 编队飞行等训练 进而成为AT-3喷射教练机战斗组的成员 继续接受基本攻防 及战畜编队的飞行训练 空军官校玩训的飞行员 紧接着必须到制航基地 接受F-51F机的换装训练 飞机各系统的专业资深人员 在围棋两周的CTF地面学科教育中 教授F-51F战机的一般装备 飞行性能及操作程序等项目 让学官手忍F-51F机各项性能 并通过截训测验 学官才能继续进入后续节习楼场 在飞行数科开始之前 学官依不同阶级 能力 接受一定时数的模拟机飞行训练 教官也依照不同训练等级 设定各种飞行状况 学员依照飞行计划 看着前方的荧幕及座舱仪表 实施模拟训练 教官也借由电脑航机图 所监控的各项数据 试试指导学员正确操作 让学官熟悉飞行操作程序 经过研考核 测试 一切都合格后 才是实际接触飞行的开始 当正式的飞行训练来临时 飞行前的任务提示 是教官验收学员们 飞行准备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时刻 无论是任务总提示 或者是分组提示 学员们仔细听取教官指导 希望传承教官们丰富经验 成为一个傲笑苍穹的Top Gun 飞行学员在宽广的三度空间 进行高速飞行 除了要能承受精神与体力的压力 飞行前检查更是不可或缺的药像 学员们在起飞前 接同机工掌 一一详细检查飞机起落 抑压 操作等各项系统 以最严密周全的准备 等待与教官一同实施飞行训练 在一切减整OK无误后 教官及带领学员登机 不一会儿 飞机缓缓滑进跑道 油门加至最大 起飞离地后 高度滑升至1500尺 在蓝天九霄中 学员依据飞行计划 展开仪表飞行 编队管制拦截等各项训练科目后 飞机返场 放下起落架 机头对准的跑道 顺利地降落在机场 完美结束了一天的飞行训练 正由于空防建军 是一件重大工程 一位飞行员的养成 更是投资国家大量财力 所以 肩负飞行员培训摇篮角色的 46中队 教官们对于学员 受训期间的各项考核 向来是以严格最高标准文明 因为他们深知 国防安全无价值 飞安更是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 本中队所有教官 均本持着母鸡带小鸡 熄火相传的方式来教育学官 并本持着从严从难 循序苦练的方式指导学官各项任何飞行 期盼于本中队玩训之后 分发至各部队 能够坚持我空军部队战力 记得在一次AI科目操作过程中 我们因为目视技巧不佳 无法造成LACON 但是经由教官细心的指导 以及严格的要求之下 于再次操作时 便能够精准的取出 LITER的时机 加以锁定 并且进行攻击 学习的过程是辛苦的 但是我乐在其中 寄与自己能够秉持着 努力不懈的精神 继续向教官学习 吸取教官的经验 让自己在未来 能够成为肩负起 宝家卫国使命的空军飞行员 无空防及无国防 空军一直是我国国防安全的第一岛防线 空军战力的坚实壮大 是台海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支柱 住房在台东制航基地的第46中队全体官兵 无论空勤地勤同仁 在执行各项战训任务 都是抱持着静静业业的台队 让已经防卫台海领空30年的 虎式战绩再显成风 深信在空军享有 TOPGON美誉的甲响敌中队 这群战绩优异的教官们 辛勤培训下 必能训练出像奥空神音般的蓝天勇士 执行捍卫台海领兴的神圣任务 战属敌,为我独尊 好想理空,为我天机 四十条中队 南高万 太阳缓缓地升起 大地充满神气 所有热情年轻的心 渐渐被唤醒 我最爱的你 随后在追寻 追寻生命中的美丽 请听我说明 人身路 千万里 总会有风雨 把过去 都抛弃 锁定目标 向前行 年轻的心 想飞 自己的梦 自己追 不怕哭 不怕哭 不怕累 勇敢前进 却不后悔 年轻的心 疲惫 未来的路 爱像水 美好世界 用心体会 一生就一回 年轻的心 年轻的心 想飞 自己的梦 自己追 不怕哭 不怕累 勇敢前进 却不后悔 年轻的心 一回 未来的路 爱像水 美好世界 用心体会 一生就一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